對於很多廣州人來說,油國、煎堆、彈散是必備的年貨 春節就到這些年貨的銷售情況如何呢? 廣市直擊來連線我們的同事,隨永彤等她說一下 永彤 好的,謝謝,我現在在龍道通津的一間 有40年歷史的年貨經典的小食店 要說到每年過年的時候,我最喜歡吃什麼呢? 就是吃蘇果,因為看起來好像河包一樣,非常漂亮 在以前小時候,可能跟家人的老人家 就會在家裡開油鍋炸蘇果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現在在我身後,有一位做了十幾年的大師傅 現在在做炸蘇果,我們一起來看看 師傅,現在的蘇果炸得很漂亮 炸了多久,今天炸了幾多輪? 已經炸了很久了,所以今天炸了有二十能就好了 即是站到腰骨都痛了,是嗎? 是的,真的 人又多,一日比一日多 你沒有辦法,一路都要炸 今晚都要炸到十一、二點鐘 嘩,這麼厲害? 我們現在來看看油鍋那裡的蘇果 那怎樣才是一個漂亮的蘇果? 看起來,要炸多久? 這個油鍋一定要炸的時間 炸的時間要長,十五分鐘 是的,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蘇果 它就看起來是金黃色,就好像一個荷包 炸得像荷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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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差不多是起鍋了 也是大排長路 有很多人在等著 還有幾分鐘起鍋 還有幾分鐘起鍋 先讓大家來看看 剛剛我們師傅炸的蘇果 其實也是油鍋 在左邊的那個,細小一點的那個 也是油鍋,是傳統一點的 兩種對比起來 其實它們的餡都是芝麻和花生 但是吃下去,因為製作工藝不同 這隻油鍋就是這隻 它會有千層酥的感覺 會更加適合一個長者去食用的 年輕人如果喜歡吃有炸頭一點的話 就可以吃這個油鍋 傳統的這個,細小的這個 旁邊的就是煎堆,煎堆滷滷,金銀滿屋 大家今天又吃了沒有?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這一間的小食店 非常之多人 這裡是一個工廠 很大人在這裡純手工製作的 在右邊這裡 就是我們的一個糕 每年我們過年的時候 都是要吃糕的 好像是馬蹄糕、蘿蔔糕 就予以步步高升 到了我們這個吃飯的時間 我們在這間小食店 這裡依然是非常之多人在這裡排隊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來問問這位 Hello,哥哥仔 你好 你好 你過來買什麼? 買年貨 買年貨 買些什麼? 喜歡吃什麼? 煎堆、蘇葛、彈傘 唐蕃都好吃 都最喜歡吃這個 每年都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來這裡買 還是怎麼樣? 每年都來的 小時候就是媽媽、爸爸帶過來的 現在大過了就自己來 真的孝順 過年的時候一定要吃一些年貨 對呀 這樣才是過年 剛剛疫情放開 大家都想過個好年 多謝你 祝你過個好年 我們看看 現在在這個店鋪 非常之熱賣 而且也是大排長龍 這個就是我跟大家介紹的傳統的油港 還會用一些蜜蜂的盒裝著 現在店鋪的售賣的價格 都是20元到36元左右 大家也可以根據自己喜歡吃的口味 再適時選擇 現在也是差不多到過年 還有不夠一個星期 不知道大家也是買好了這個年貨小食 好似這間傳統的老店 它是從早上的7點鐘 開到晚上的7點鐘 大家也可以看著自己的時間 過來試一試傳統的經典小食 好了 在這裏報導的情況 就到這裏 下面將時間交回給新聞報